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或者你是一位正在寻找真理的一位朋友 因为是对你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需要清楚知道耶稣到底是谁 耶稣到底是谁 如果两千多年以来有一个人 他一直继续不断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 他创造了万有 而且他到地上来为了要拯救世人 要拯救你 他曾经死过又复活了 而且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世人相信他 接受他做生命的救主 就可以得到拯救 就可以得到永生 而且到目前为止 现在这个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差不多二十四亿二十五亿人 他们已经相信他所说的 这个人显然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你需要认识他 好不好 需要认识他 那同样这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 相对的更是重要 所以弟兄弟们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 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那我们事实上基督教的信仰 整个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 我们发现耶稣就是神所启示 给我们的信仰的核心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先来看 耶稣到底是谁 耶稣到底是谁 对你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在马来福音十六章的第十三节 里面记得说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那一天主带着他的门徒 在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 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加勒利亚海的北方 大概二十五英里的地方 黑门山三路下面 那个地方因为比较多外邦人 所以充满了异教的气氛 所以那一天耶稣就问了他的门徒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主就说 你们听说人们说我人子是谁 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巴斯巴斯提到耶稣是人子 在这里主告诉我们 让我们看见耶稣自己称他是人子 人子的意思就是人的儿子 主在地上做一个人 和你我一样 他是由玛利亚所生的 在伯利恒出生 他在拿撒勒这个小镇里面长大 他在地上的父亲叫做约瑟 他是一个木匠 可是耶稣至少到十二岁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清楚明白 事实上他的父亲是天上这位神 天上上帝 天父是他的父亲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主在地上 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一个百分之百的人 像你我一样 西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西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说 儿女既有血肉之体 他就是耶稣 他也和我们一样 亲自成为血肉之体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 他做和你我做同样的事情 他每天就吃饭 喝水 睡觉 他也欢笑 他工作 他也会疲倦 他也会忧伤 他也会生气 当然他 他是个易怒 跟我们说生气不一样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对你们需要明白 神不是 耶稣在地上不是一个半神 半人的 像很多神话里面说的一样 他是一个完全人 像你我一样 而且他喜欢住的人群当中 因为主很喜欢靠近人 他喜欢和人在一起 声音上我们看见 事实上男女老幼都非常喜欢靠近耶稣 因为耶稣喜欢靠近他们 另外一方面 主他成为人 在地上 他彰显出一个神的形象来 他其实有个目的 就让我们看见 一个人 一个被神所创造的人在地上 应该活出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来 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来 应该怎么样的思想 应该怎么样说话 应该怎么样做事 那同样 耶稣在地上也彰显出上帝的样子 当他的门徒非力一问 他说 让我们看见 我们想要认识我们的天父 主不是告诉他说吗 他说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的父 所以主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看见他 那天父就是像他一样 他在地上就是要彰显天父 但是 但是耶稣和我们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没有犯罪 因为他不能犯罪 他如果犯罪 他就不能承担我们的罪 他就不能替我们 舍命 代赎 他就不能拯救我们 叫我们得到生命 叫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希望明白 耶稣 他不只是一个人 他不只是一个人 当 我们看到圣经上 当主问他的门徒说 人们说我人子是谁 那他的门徒就说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 就是某一位先知 那我自己觉得 显然耶稣觉得这个答案 不是很满意 第二个为什么 你知道 施洗约翰当然是一个 伟大的人物 但是他 他就是一个人 那以利亚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先知 但是他 他就是一个人 耶利米也是 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可是他就是一个人 第二个主也是一位先知 没有错 身体上告诉我们说 他是一位先知 可是 可是他是一个 不一样的先知 他是那一位先知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学习 当时我们学习的英文 好不好 很简单的 那你记不记得 当我们当初学英文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学习文法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文法 可是有一些简单的 我还记得 就是在文法里面 有一个叫做贯词的 贯词又分作 不定贯词跟定贯词 贯词就是 名词后面前面有个贯词 好 比方说 不定贯词是什么呢 不定贯词就是 a book 一本书 或者an 这是一个不定贯词 那他后面那个名词 基本上是个单数 或者可以数的 是个不明确的 一个事物 比方说一本书 就是很多书里面 有一本书 对不对 可是另外一个定贯词 我们说定贯词 叫the the book 那是一个 那表示那后面那个名词 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一个特别的名词 比方说the book 我的那一本书 是我的那一本书 我的那一个狗 我家的那一个狗 那是定贯词 后面讲的是特定的 对你们知道 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四十节 你们说 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就是说 那真是 这真是那先知 他是指耶稣说的 中文翻译的很有意思 就是那一个 他英文就是the 那一位先知 他是那一位独特的先知 那是一位唯一的先知 唯一的一位 神是一个人 但是他是一个特别的人 记不记得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佛那里去 中文看不是很清楚 可是英文你发现 不管是道路 不管是真理 不管是生命 前面都有一个定贯词 就是the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是那个唯一的道路 我不是很多道路 里面的一条道路 我是唯一的道路 我不是很多真理 里面的一个真理 主说我是唯一的真理 我不是许多生命 里面的一个生命 我是唯一的生命 所以人如果不借着我 就没有办法到佛那里去 听众姐妹 我知道啊 如果我们不这样说 我们不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生命 可能基督教 不会那么受排斥 人家就会说 我们太狭窄啊 我们这排他性太强啊 但是 如果 这是事实 如果耶稣真的是 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生命 那我们就绝对不能妥协 好不好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主为什么那么确定 祂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生命 因为祂不只是 祂不只是一个人 一个完全的人 像你一样 祂也是神的儿子 祂也是神的儿子 你需要认识这件事情 所以当主 问门徒 人说我 人子是谁 他们的答案 耶稣就不是很满意 所以主继续问他们说 那你们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那彼得呢 这个常常带头 抢着回答的彼得就说 彼得就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们先讲了永生神的儿子 那正如三维一体 是一个奥秘 那耶稣 神成为人子到地上 那也是个奥秘 是不是 今天主告诉我们说 祂到地上来 祂不但是一个人 祂也是神的儿子 祂跟我们不是 祂跟我们 祂跟我们一样 可是祂跟我们又 又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主是从圣灵感应而生的 祂是借着童女 玛利亚所生的 耶稣呢 纯洁的成韵 跟那个超奇妙的出生 弟兄弟们是非常重要 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 一根基 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 虽然两千多年来 很多人就 就讥笑我们 说啊 从予怀孕啊 或者有人 羞辱主用这一点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那是真理 祂真的是神的儿子 我们绝对不退让 好不好 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 所以约翰福音的 第一章十八节 这边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祂表明出来 这边说 耶稣是神的独生子 独就是唯一的 独特 唯一的 那生 这边说的生 当然跟你我 从母父中生出来 是不一样的 耶稣不是受造 不是被造的 如果祂是被造 就跟你我一样 就不能拯救我们 那这个生什么意思 生是出来 你要想想看 当然这是个奥秘 可是原来意思是说 耶稣是从神出来的 在独特的时间 为了一个独特的目的 祂到地上来 祂出来 重复出来 降生在地上 成为一个人 为了向我们 启示神的自己 而且为了成全 那个救恩 拯救我们 叫我们得到拯救 而且恢复我们 跟神之间的关系 祂就为这个来的 可是不要忘记 在约翰福音 十七章第五节 那边说 主说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 同你 求你使我 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前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二十四节说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哪里 叫他们看见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你有没有发现 主这边讲的一件事 就是耶稣说 我是跟父 同享他的荣耀了 在创世以前 神 耶稣就与神 同享荣耀 他享受神的爱 可是他也享受 神的荣耀 一同 一同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说 我与父缘为一 弟兄姐妹 其实主的意思 告诉我们说 他就是神 他是神的儿子 可是他就是神 在三位一体中 有三个位格 对不对 耶稣圣子 就是那个三位体里面的 神格的第二位 他是神 但是他也是神的儿子 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 主自己说呢 他自己说什么 他说 我实实在来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其实如果我们按照 原文翻译 应该是这样 耶稣说 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 我就是 英文是 I am 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 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I am 你们记不记得 I am I am是什么 应该很熟悉 对不对 那天当神呼召摩西说 你去到埃及吧 我的百姓拯救出来 摩西就有一个问题 说那我怎么跟他们讲了 我告诉他们说 谁叫我来拯救你们呢 那个人是谁啊 我们属中的神是谁啊 叫什么 耶稣就说 你告诉他说 耶稣对摩西说 你告诉他们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由的打发 我来到你们这里 来叫你们得到拯救 听你们知道 自由拥有的 你看英文圣经就是 I am I am that I am 或者说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 所以以色列人 犹太人都知道 我是就是代表神 就是代表神 所以这边主讲得很清楚 他告诉我们说 他就是神 从永远到永远 他就是神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就是神 听你们这个非常重要 当彼得说 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事实上彼得 有一点明白 他就是神 他就是I am 他降世为人 他不是被造的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就是神的自己 所以约翰 他写约翰福音书 他开宗命 第一句话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我们知道道就是那个 无二子 无二就是讲了主 话就是讲了主 就是耶稣 从太初更古以前 就有耶稣了 他就在 那耶稣是与神同在 耶稣就是神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就是神 听你们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耶稣 他只是一个人 不管他多么完全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 一个道德家 他仍然没有法拯救我们 但是感谢神 他是一个完全人 但是他也是神 神预备了救赎的计划 而且拆他的儿子到地上来 叫我们因他的独生子 得到拯救 他替我们留学舍命 叫我们接受他 成为我们的救赎 我们就得到救恩 好 那是神所做的 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感谢 那记不记得 可是另外彼得 他说另外一件事情 当主问他说 你们说我是谁啊 彼得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听我们基督希腊文 就是基督是希腊文的 那他的希腊文就是弥赛亚 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弥赛亚 那我们需要弄清楚 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一个受高者 被高油高抹的受高者 或者说这个被拣选的 被拣选的 你知道在旧约时代 如果神他要拣选一个人 来做从事业特别的工作的时候 神就会用高油高抹他 他是一个受高者 其实就是弥赛亚 他受高 所以一个受高者通常是讲一个人 他从神里面得到一个特殊的使命 然后神用高油高抹他 比方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不管是君王 先知 祭司 神选他们 神会用高油高抹他们 但是圣经上 旧约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旧约圣经预言 有一位将来要来到的一位拯救者 一位拯救者 神拣选他来救赎以色列的百姓 当然以色列的百姓觉得是救赎以色列的百姓 可是我们后来我们知道 神拆这位拯救者来是要救赎世人 包括你和我 你看以色亚书61章第一到第三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是不是 里面告诉我们说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消息 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拆遣我 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德释放 被求得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怜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赐华官与习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成为公益树 是耶和华所栽的 就让他得荣耀 好 所以以色亚先知预言说 有一位 有位拯救者要来 神要用高油高抹他 那这位拯救者 被犹太人称为受高者 这位拯救者受高者 就弥赛亚 就是弥赛亚 所以好像彼得他 他有点明白 耶稣就是 那一位受高者 就因为预言的那一位受高者 是神要来拆来 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 那一位基督 那一位受高者 所以我觉得主听了以后 就很高兴 身上没写了 那我觉得 为什么高兴 因为彼得答对 所以主就称赞他 是不是 耶稣对彼得说 西门巴约拿 西门巴约拿就是 巴约 西门的父亲叫约拿 就是约拿的儿子 西门 你是有福的 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人告诉你的 是天上的神告诉你的 是天父告诉你的 其实主的意思就是说 西门 你打得对 没错 我就是那位弥赛亚 我就是神拣选来的 世人的救主 我就是拯救者 好 弟兄姐妹你知道 那彼得一定也很高兴 对不对 当彼得认出 耶稣就是神所 担来弥赛亚 那主又夸奖他 而且让他们明白 他来就是要拯救世人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你们有发现 当然我们看经文 看经文 主在这个地方 好像突然就 话锋一转 他就切入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题目 他告诉彼得 告诉神门徒 也告诉我们说 为了达成弥赛亚的目的 他决定呼召一群人 一群人 与他一同来完成 这个神救主世人的计划 那这群人 叫教会 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而且神有高游 高摩他 这群人要 耶稣基督同工 教会就是 与基督同工的器皿 要完成 主救赎计划的器皿 跟列宗前出第三章 第五节 保罗告诉我们说 保罗把教会当作 比喻做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跟踪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你们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教会是与神同工的 同工做什么 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 主就告诉彼得 当彼得打说 你是弥赛亚之后 主说是 我还要告诉你彼得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应坚的权势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第二个教会 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教会希腊文的意思是 Exlexia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一群人 蒙造了一群人 他们从众人中 神呼召出来 他们具体在一起 其实这个Exlexia 这个字在当时 希腊文化的时候 就是讲了一群人 他们被百姓中 一个城市里面 有些人被呼召出来 成为自己这个城市的人 所以教会就用这个词 一个词也来说 就是有一些人 从世人中间 被神呼召出来 我们一起来服事神 叫服事人 就是教会 服事神 服事人的一群人 是教会 那从圣经上来看 教会有好几种 有一种就是我们说了 普世的教会 就整个世界是一个教会 就从创世以来到 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所有因着相信 耶稣基督弥赛亚 而得基督的这些人 我们成为一个教会 格尼多前书12章12到13节说 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的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计是犹太人 是希腊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么多人 都是一个身体 我们受圣灵 被圣灵重生 我们被洗入 受洗 圣灵受洗 就洗入一个身体里面 每一个得救的人 从创世以来 我说从创世以来到 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所有受了圣灵感动 重生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身体 一个教会 一个普世的教会 以福所说第四章 第四节也说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有一个身体 一个教会 我们是一个教会 可是另外身上 让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观念是 也有地方教会 地方教会 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信徒 他们聚集在一起 在一起敬拜神 就成为一个教会 就像我们 狗子狗仙堂 是一个教会一样 当然还有很多的教会 我们叫做地方教会 可是弟兄弟们知道 我们个人也是教会 当然没有一个基督徒 可以说 我就是一个人 做独行墙 我一个人就是教会 我都不跟别的人来往 我都不跟别的基督徒 有交通 我也不在哪个地方教会 我就是教会 你不能这样讲 可是事实上 也确实是 你是教会 为什么 哥林多前出 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保罗不是说吗 说 岂不是你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个身子是 神用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就是被蒙召的人 是不是 我们确实是教会 没错 但是你一定不能一个人 做教会 好 问题是 教会我们都承认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是不是 教会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组合在一起 但是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跟神同工呢 神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神 我们教会怎么可以来完成神 所托付我们伟大的使命呢 听到你们 因为教会的根基是 我们的主 因为教会的根基是 基督 耶稣是教会的根基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当然我们读到主对彼得说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 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呢 有时候很容易叫人家误会 比方天主教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误会说 那主的意思就是把教会建造 这个磐石 从那语气看来 好像是 那磐石就是彼得 主在跟彼得讲话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 原因可能是因为 你知道彼得这个字 那它是希腊文 希腊文的原意就是 就是一个石头 一块石头 一块小石头 彼得就小石头 所以主说 我把这个彼得石头盖在 你就是盖在盘子上 盘是一个石头 虽然很容易误会了 其实不是 事实上我们知道 彼得是 这个石头是讲一个 被凿开 山上凿开了一个小的石头 可是主说 我把教会建造这个盘子上 这个盘子用的希腊文 那个字是一个 是一个坚固的 一个不能移动的 山上的 没有被凿开的 一个很大的石头 很大的石头 听有没有 这个盘石很显然是 讲到基督说的 教会的根基 为什么 因为更多前书第三章 第十到第十一节 我刚刚不是说吗 保罗把教会当作 也看作一个房屋来做比喻 保罗怎么说 保罗说 我造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公投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 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了 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保罗讲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就是 那个房子的根基 耶稣基督就是 教会的根基 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 那当然 我们不要忘记 我刚刚说了 我们每个人也是教会 所以听我你们知道 耶稣基督也是 我们个人生命的根基 我们生命的根基 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 需要建造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磐石 对不对 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注意怎么样 在这个磐石上建造 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我的生命 需要建造在 耶稣基督 这位坚固的磐石上面 我自己觉得 主用磐石做他自己 做教会的根基 其实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有几个特点 磐石有几个特点 磐石 我刚刚说 一个房子或一个建筑 如果根基在一个磐石上 那它就很稳固 就不怕风吹雨打 也不怕地震 你知道 丢明知道 我们的教会 构组贤堂 被建造在 仙基岩的盐石上 很多印象钱 你看这是仙基岩的一个磐石 露出来的磐石 事实上 这个仙基岩的磐石很大 它的面积有六多 六平方公里还大 它的范围还蛮广的 如果你知道熟悉这一代 从文山区 它在这个 我们这个 仙基岩市 台北盆地周围 不是很多的丘陵山吗 对不对 有一个就是景美山 景美山又叫做西口子山 或者叫沟石口山 沟石口教会 就是从这个来的 我们的教会就在 沟石口山的 这个盐盘石上面 有六平方公里的盐盘石 很大 在我们周围有 这个文山区 古亭区 新殿 中和在中间 那是整个一个大盘石 非常坚固的盘石 几年以前 我们的教会在整区的时候 我们的工程师告诉我 怎么说 牧师牧师 教会建造在这个 仙基岩的盐盘石上 一百年都被倒了 因为我们的盘石 下面的盘石很坚固 你看多棒 感谢主 可是听说 重要的是 我们的教会的根基 比仙基岩的盘石更坚固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是 教会的根基 耶稣基督的盘石 比仙基岩盘石更大 更大 所以每一个人 都可以被建造在上面 每一个人都可以 隐藏在这个盘石里面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 你记不记得当初 当年 当摩西他非常渴慕神 他跟神说 主啊 我想看见你的荣耀 神说你不可以看 你看到我就会死了 不过 我可以从里面经过 那你躲在那个盘石缝里面 你隐藏在里面 当我经过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我 好 弟兄姐妹 所以 摩西就隐藏在盘石里面 对不对 他就看见神 他就得到安息 以赛亚书32章第二节说 必有一人像避风锁 和避暴风的隐秘处 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 像大盘石的影子 在疲乏之地 主是那块坚固的盘石 我们可以隐藏在他里面 他做我们的长生之处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唱的有诗歌叫做 万古盘石 万古盘石为我开 容我长生在主怀 你可以隐藏在他里面 不管你遇见任何的风浪 任何的困难 任何的难处 即使我们现在面临 新冠肺炎的恐惧当中 弟兄姐妹 你我可以隐藏在 耶稣基督里面 隐藏在这块万古的盘石里面 我们可以依靠它 我们就不害怕 好 另外一方面 这块盘石 实际上说 它是一个经过试验的盘石 经过试验 证明它是可靠的 主在地上受过很多的试验 有的试验是从神来的 神来的 你看 以下十五三章第四节说 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殊罪计 神让他受苦 神让他遇见很多的困难 神让他经过试验 那有从圣灵来的 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 圣灵就催耶稣到旷野去 圣灵催逼他去受试炼 受什么试验呢 受撒旦的试验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空野去 他在空野四十天 受撒旦的试探 撒旦也试探他 要试验他 试验这块盘石 那有很多试验 是从人来的 从人来的 待会我们会看下面的经文 主定要我们上十字架 对不对 门徒彼得就说 不可以不可以 你不可以死 你不可以上十字架 没有人喜欢上十字架 我觉得耶稣也是有点为难 但是怎么样 但是他胜过 他愿意 他已经造成了旨意 所以人会试探他 对不对 不要受苦 你知道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也有人试探他 下来下来 你不是说你可以 你不可以 你可以救别人吗 你救别人 你可以救你自己 耶稣知道 他如果要求父救他 父会拆天使来救他 但是他不受试探 他愿意 他甘心为我们定十架 所以另外 主受过非常严格 严格的试验 试探 他得胜了 所以他是可靠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 比不着急 以赛俗28章第16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了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防角石 信靠的人 逼不着急 你可以来信靠他 不管你遇见什么 你都可以来信靠他 因为他是 受过试验可靠的 稳固的磐石 另外 主他也是 供应我们活水的灵磐石 初爱奇记十六章第六节 我必在合力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百镜面前 你要几大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 这样行了 当神呼召摩西 带领以色列的百姓 从埃及出来以后 他们除了埃及在旷野 有时候就没有水喝 百姓就鼓噪 就埋怨摩西 摩西就祷告神 神说好吧 那你就去 你用你的杖 击打那个磐石 当你击打磐石的时候 就有水出来 供应他们的需要 所以摩西击打磐石 磐石就流出水来 就两百多万人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就有水喝 保罗提到耶稣说什么 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 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 也告诉我们说 耶稣就是那块在旷野 供应他们活水的磐石 磐磐石 为什么 这个磐石是属灵的 这磐石里面有神的灵 祂就是耶稣基督 神一切的封送都在祂里面 所以弟兄弟们 如果我们来倚靠这位灵磐石 祂的封送必足以供应我们 所有我们的需要 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缺乏 是不是 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说 这个灵磐石是随着他们的人 就随时与我们同在 圣灵在我们里面 祂没有离开我们 祂随时供应我们的需要 记得吗 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那天耶稣就起来说 最大的日子 怎么样 那人如果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如经常所说的 从他父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说这话 指着圣灵来 圣灵说的 当然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来 可第二面我们都知道 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已经降临了 在那一天彼得说 故此以色列全家汤 确实地知道 你们定在石架上的 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基督已经来 记得圣灵充满在你我们里面 那圣灵可以从我们 父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你不需要有任何缺乏 这位灵盘是在我们里面 多么奇妙 多么奇妙 所以诅咒我们的生命的根基 诅咒教会的根基 是一个奇妙的事 稳固 可信靠 而且可以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 好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圣灵上确实讲过一句话说 说什么 我们来看 以福走出第二章 十九节二十二节 这样你们不在座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 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的和室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那这边看起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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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哦 是这样吗 好 第二个奇事你知道 圣经上原来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圣 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 根基上的意思是说 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所见证的 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 和教训上 神界的圣灵启示这些圣使徒们和先知们 关于耶稣的事 他们表达出来 他们说出来 就记得在圣灵上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没错 听说你们 神的话很重要 耶稣跟那话总不能分开的 你们说你信耶稣 但是不管神的话 主就是那话 主就是道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 为什么基督徒就是需要读圣经 因为神的话 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神的话 就是教会的根基 你不要把神的话 跟耶稣分开 好吗 好 可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事 就是讲到主是仿角石 耶稣是仿角石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读了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 做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当时讲的 耶稣基督说了 是稳固根基 是宝贵的仿角石 仿角石又怎么回事 仿角石也是根基里面一块了 你知道 犹太人 七八八东方人 以前在盖房子的时候 会安放根基 在根基的最外角 会安放一个基石 就叫仿角石 那这个仿角石 是在建筑物的底部的拐角处 一个很大的石头 是用来连接墙原的 而且事实上仿角石 是稳定全建筑的石头 一个仿角石 很重要 你知道吗 那天工程师跟我们说 我们教会在仙基间的盘子上 他也告诉我们说 安牧师 你们教会的仿角石 就在我们的琴下面那块 我印象没有错 他还告诉我在那个地方 好 重要的是主事仿角石 主事教会的仿角石 是联络教会的基石 把我们联络了整齐 好叫我们可以与他同工来 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再说 另外一方面 第一个主事教会的盘石 所以我们可以与他同工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因为基督赐给教会权柄 基督赐给我们得胜的权柄 以至于我们可以与他一同 来成全那个救赎的计划 我们刚刚读的 主不是说 他把教会建造的盘石上 耶稣基督是盘石 因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他也把天国的钥匙 给彼得 对不对 他地上所捆绑 天上要捆绑 他地上所释放 天上也要释放 基督赐给你们阴间的权柄 如果我们看神经上 权柄叫做 小字叫门 阴间的门 阴间的门 就是不能胜过教会 反过来看就是表示什么 教会可以胜过阴间的门 教会可以胜过阴间 阴间就有点像个城堡一样 有一个门 里面是所有被 被仇敌所挟制 捆绑乳区的人 在阴间的权柄里面 但是主赐给教会有权柄 有胜过阴间的权柄 是主的权柄 起诉第一章十八节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就是讲主说的 主说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阴间死亡的钥匙 那个门的钥匙在神的手中 在耶稣手中 耶稣已经把他权柄 赐给教会 对不对 所以教会有权柄 可以打开那阴间的门 叫里面得到释放 将来被罪被处理 想要吃的人得到释放 天空前面在五训节那一天 你看 那一天彼得不是讲道吗 彼得带着神的权柄 他带着 确实是神是把天国钥匙给彼得 没错 可是彼得是代表教会的 不是他一个人 待会跟我解释 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 一开始讲道 三千个人信主 大部分是犹太人 他打开天国的门 叫那些犹太人 从不信相信 进入神的国 进入天国 彼得向外邦人 罗马百夫长 格尼流 向他传福音 打开了外邦世界 的门 让外邦的人 可以进入天国 听众姐妹 事实上你知道 不只是彼得有天国的钥匙 你读英文钥匙 那个钥匙有加S的 就是什么 很多钥匙 主没有说 我这一把钥匙给彼得 只有彼得可以开 没有啊 主帮很多钥匙交给彼得 彼得是代表教会的 每一个神的儿女们 包括你 包括我 我们都可以为别人 开启天国的门 记得教会的权柄 打开阴晋的门 释放里面的人 让他们进入神的国 得到神我们预备的救恩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因为基督成为教会的权柄 而且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 第三 我跟各位分享的 十字架是成就救恩的途径 怎么说呢 如果你期待成为神的同工 你我需要跟神一样 耶稣基督怎么样得到这个权柄 教会是怎么样得到这个权柄 我们可以发现 耶稣基督得着这个权柄 得到这个荣耀 以至于他可以拯救世人 因为他经过十字架 教会包括你我 如果我们期待像耶稣基督一样 以至于教会可以得到权柄 可以胜过阴间的权势 传证给别人 教别人因着我们所传的 可以信耶稣 那道路是什么 那途径是什么 我们需要跟主一样 经过十字架 经过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是成就 基督和他 为他救恩的途径 我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是这样 第一个 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 借着基督经过十字架 我们可以得到救恩 这是我们所明白的 对不对 当耶稣说完 跟彼得说完 我把圣国阴间的权柄 吃给教会 吃给你们 我把天国的钥匙 交给你彼得 你可以叫人得释放 你可以叫人被捆绑 那一开始彼得 我想他不是完全明白 他就听到很兴奋 神把这个权柄给我们 什么钥匙给我们 他一定想到说 这位神 伟大神 就有点像有一天 他不是跟主在变幻山上吗 主就变成形象 哇 充满荣耀 大有能力 彼得一定想说 可能就基督来 我们跟他一起 我们就 就改变 变成大弄勇士 我们就一举 就消灭了罗马的帝国 我们就建立一个神的国度 他一定是这样想的 为什么 因为十六圈的第一章 主复活以后 向他们显现 彼得不是说吗 彼得问你 主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这个时刻吗 彼得想了跟主想的不一样 耶稣想了跟彼得想的不一样 彼得想了说 主啊 就是给我们全民 在地上建立一个 伟大的以色列国度 可是他没有想到 主说什么 主说什么 我把天国钥匙给你 彼得正在高兴的时候 主说什么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 主说 他告诉门徒说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天复活 复活对他们讲 太奥秘 听不懂 他只听懂被杀 二十二节 彼得就拉住 他说 你不可以死 万万不可以 这不能成就 你要是被杀 对不对 那耶稣就转过头来 对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扮人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神的意思就是 决定要把他的儿子 献作挽回祭 主的做法就是 这是唯一的方法 经过十字架 他的儿子需要经过十字架 好叫世人 好叫你我可以得到拯救 以赛亚书五三章第十节 耶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华以他为赎罪祭 耶稣必须来 为我们成为赎罪祭 约翰一书二章二节 他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你用我的罪 怎么样得到赦免 不是靠着耶稣的教导 耶稣的教导 虽然当然很棒 登山宝训太奇妙了 但是我们得到拯救 不是因为 也不是靠着他 所行的神经骑士 也不是靠着他赶鬼 靠着他医治疾病 唯独当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为那个挽回祭 为我们死在世家上 流出他的宝血 使得他的生命 他才能救赎我们 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我们才能得到拯救 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世人 包括你我的罪 而降生的 为什么需要讲 西伯来书的第九章 二十二节说得很清楚 按律法说 按照神的律法 神的规矩来说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 洁净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在旧约的时候 用牛羊的血 暂时替以此的百姓赎罪 但是那不是解决了 问题的方法 主需要拆他的儿子来 到地上 为你我舍命 为你我流血 弥赛亚一定需要来 所以以色亚十五三章 讲到这位弥赛 我们刚刚不是提过吗 我读几节就好 第五节 五三章第五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了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了鞭伤 我们得一致 第七节 他被欺压 像在受苦的时候 去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宅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 无声 第十节 耶华却定义将他忧伤 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华以他为赎罪季 十二节后面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裂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听说因为主他需要来 你需要来 他的工作就是这个 他需要像一个羊羔一样 被牵到宅杀之地 他不反抗 他甘心成为赎罪季 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过犯 将生命倾倒 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拯救 那就是弥赛亚来的目的 所以那天你知道 当主在地上开始公开服事的时候 那位约翰就指的他说 说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事实上你知道 主在地上三年半的服事当中 他接受 我刚刚说我们说 他接受许多的试验 对不对 许多的试探 他接受法利赛人 杀猪盖人 西律党人 犹太人的外邦人 罗马人 希腊人 宗教领袖 政治领袖的 严格的检验 但是他们查不出 他有任何的罪来 虽然他们逼迫他 恐惑他 最后将他逮捕 羞辱他 陷害他 把他钉死在石架上 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犯罪 他们找不出 他们任何的罪 我们明白 他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 站在你我的生命地位上 为我们舍命 而透过他为我们流血 所有舍的生命 我们都得到拯救 那怎样我们做的 怎样我们做的 而且弟兄姐妹 今天我想 我拆开话题讲说 我们需要明白 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还不只是叫我们 罪得的赦免而已 主为我们救恩 是叫我们怎么样 你知道那个挽回记 他会叫他成为 我们的挽回记 挽回记是希腊文的意思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施恩座 在约会上面的施恩座 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和好 当我们来到施恩座面 施恩座代表神的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跟神恢复的关系 是不是借着宝血 他出去 我们跟神中间隔断了墙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可以跟神和好 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 这个赎罪祭 不但赦免我们 所有的过分 而且带我们到神的面前 到神中的面前 跟神和好 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一个更美好的关系 那是神为我们 在施加上 所成全的救恩 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 第二 耶稣经过施加 他就得到荣耀 他就得到荣耀 西方来书第五章 八到九节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 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 你我不要误会说 因为他不够完全 所以他学习顺从 所以他完全不是 他的正确的翻译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虽然是儿子 他原来为我们受苦 他学习顺服 造了神的自己到地上来 受羞辱 被施加 为我们舍命 因此他可以完全成为 叫我们得到拯救的大祭司 他可以担任那个责任 不负他所托付 神所托付给他的 主就是这样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六第八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跟神是一样的 他就是神 对不对 但是他取了奴夫的形象 他甘心成为人的样子 而且成为罪人的样子 到地上来 他顺服 而且顺服到死的地步 为我们死在世家上 这么顺服 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 九到十一节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耶稣顺服以至于死 而且死在世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 天上地上地底下的 所有受到之物都向他屈膝 都夫妇敬拜他 称他为主 称弥赛亚基督为主 始荣耀归给父神 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是主经过世家 所得着的尊荣 而这是神所期待我们得着的 不但叫我们得到救恩 不但叫我们得着 恢复跟神的关系 而且神叫我们 与他一同得荣耀 神将不是告诉我们说吗 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 一同得荣耀 但是怎么样与他一同作王 怎么样得荣耀 跟基督一样 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 这是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 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跟随他 好 因为经过十字架 第一 我们经过十字架 叫我们得救 对不对 第二 我们经过十字架 我们就被改变向主 我们可以与他一同作王 一同得荣耀 弟兄姐妹 生命被改变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追求主 是不是 你需要追求主 就是更多让神的福生命 充满在我们里面 比如前书第二章 第四第五节说 主乃活食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的 神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食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级的祭司 借着耶稣 基督奉献 神所悦纳的灵迹 耶稣是活食 圣灵告诉我们说 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 成为活食 那怎么样成为活食呢 就是让神的生命 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我常说 我们要起来追求主 可我们实在被圣灵充满 那是圣灵伟大的工作 我常常想到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们最宝贵 这里的经文是什么 跟各位分享 诗篇102篇16节 说什么 因为耶稣建造了 喜安在他荣耀里显现 因为那是喜安 我们就觉得 那个喜安堂 我们就这样子 他意思是什么 其实这节经文意思是什么 就是 耶稣神的儿子 神在 祂的荣耀里面 显现 在我们里面显现 然后怎么样 就建造了喜安 建造了我们 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神的儿子 记得圣灵在我们里面显现 充满我们 记得这个 就建造了我们 建造了喜安 就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可以被改变像活食 成为灵宫 就是借着 我们可慕 追求神 是不是 这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 需要起来可慕神 第二个是 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 就是 你怎样被改变 借着十字架 借着十字架 就是为什么 主 后来又告诉门徒 说什么 我们回到 马来福音16章 24到26节 主就说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了生命 凡为我上了生命的 必得到生命 人若赚了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主的意思告诉我 怎么说 你要得到我丰富的生命吗 那你背十字架 如果你爱你的生命 那你就得不着 如果你愿意为我 上掉生命 背十字架 舍己 你就可以得到生命 那个生命就是 主的生命 我们怎么样 让主的生命 在我们生命里面更丰盛 听我们里面 就是主说的 你要舍己 背十字架来跟随他 舍己 其实 讲起来没有那么难 当然做起来难 舍己就是 就是不照自己意思过生活 就照生的意思 我是要这样这样这样 我有了计划 我有了规划 我有了想法 我有了做法 那是我 人常说 我要随着我心里的声音 我们心里的声音 常常其实都不准确 主一直告诉我 我们说 我们要随着他的意思 照他的意思 那就是舍己 好不好 那背十字架就是 背十字架就是 照生的意思 因为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 就是很痛苦 背十字架就很痛苦 没有人喜欢背十字架的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主说 要天天背十字架 不是一天两天 是每天背十字架跟随他 但是弟兄姐妹 主就应许我们 当我们背十字架跟随神的时候 主就做一件其妙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里面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第四章 第十到第十一节 也跟我们说什么 他说 身上堂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 避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保罗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 过十二级的生活 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 照祂子一活 不照自己的子一活 就算是 我们就算是身上背着基督的死 我们就好像跟主一样 经历那个背十字架苦难一样 那主的生命就会 那复活的生命 就会显明在我们生命里面 第四章十二节 保罗继续说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在别人身上发动 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 就是让基督死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 如果我们想传福音给别人 帮助别人 祝福别人 供应别人的生命 第二句 背十字架舍己的功课 是我们必须要学的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主 照主所说的 我们成为主的教会多么好 多么宝贵主 为我们做我们的根基 给我们的权柄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照他所说 我们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他 听众姐妹 那我们的生命 那个死的生命 就可以在别人身上带来生命 一个复活 一个致死己的生命 那个就会带来复活的生命 而这个复活的生命 就可以对别人的生命带来影响力 你要怎么样影响别人 像主影响我们一样 唯一的道路就是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好不好 我们现在学习 我在说是不容易 但是 那些主的话 就是量给我们的 你看马来福音的第七章 二四的二十五节 主说什么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 主的话包括 舍己 卑士亚 天天来跟随他 对不对 如果照着主的话 去做的 就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水冲 风吹 创造了房子 房子走不倒塌 因为根基地在盘石上 我们怎么样 有把握知道 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生命是建造在基督 这位盘石的根基上面 主说 就是听话 就是照着主的话去做 我们前面讲了一大堆 主是我们的盘石 是灵盘石 是坚固的盘石 可适应的盘石 听听听听听 我怎么确定 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生命 是建造在这个盘石上 就是听念主的话去做 那就是一个聪明人 就是把你生命的房子 盖在这个盘石上 好不好 主的话当然很多 可是当我们读 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 显然主的命令是什么 就是我们背起十架 舍己背十架 天天来跟随他 是不是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生命 建造在基督这位坚固的盘石上 我们的生命 就会很稳固 不动摇 不管我们遇见什么 即使在这可怕的 新冠疫情当中 我们也不害怕 而且在其中 我们有权柄 可以胜过因应的权柄 我们可以打开天国的门 带领许多的 我们所爱的人 进入神的国里面 好不好 而且主应许我们 南来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主好厉害 主有点严格 主说照我们地上所做的 报应我们 如果 我们在地上是照着主的话去做 那个报应就是 就是我们所喜欢的 对不对 所以让我们 顺服主的话 好不好 对于你在地上所做的 有的时候不容易 我承认 但是如果我们顺服主的话去做 主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房子 盖在盘子上 对不对 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 他就报答你 好吧 愿意神的话 祝福你也祝福我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你在地上成为一个完全人 谢谢你 你虽然是神 可是你为我们降生的地上 主你成为我们的救主 成为弥赛亚 谢谢你来为我们的舍命 叫我们可以得到拯救 谢谢你 又做我们生命 做教会的磐石 是一个不能震动的磐石 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你 可以得胜 不害怕 主我们谢谢你 把你的命令赐给我们 你呼召我们起来 舍己 背施架 天天跟随你 虽然有时候不容易 可是帮助我们 愿意顺服 愿意应许我们 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生命 把教会建造在你这个 万国的盘子上面 有一天当你再来的时候 就夸奖我们 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主谢谢你 愿意在教会当中 在你儿女当中 得到最高的荣耀 把敬拜感谢都归给你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Amen